为了保护儿童安全 台东县警察局妇幼队主动了出击 前往校园进行了幼儿自我保护宣导活动 除了宣导认识身体自主权 以及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之外 也向学童宣导相关的防疫措施 希望小朋友能够平安健康的成长 伏幼队的远景 正向台下的小朋友宣导妇幼尝试 以及教导小朋友和谓身体的自主权 台东县妇幼队成员日前前往辖区内的幼儿园 进行幼儿自我保护的宣导活动 并透过生动活泼的绘本讲解方式 吸引小朋友们的注意 并让小朋友实际进行戏剧的角色扮演 以及有讲真打活动 让宣导的现场不再是死气沉沉 而是充满了孩童的欢乐声响 脱掉内裤有长得一样吗 哪里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这个要继续走 不要讲出来 不要被人听到快点 妇幼队表示 本次走入幼儿园 强化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希望每位小朋友都能够认识身体自主权 同时也提起孩子们防疫的重要性 要每天定期量体温 佩戴口罩 清吸收等 希望每位小朋友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成长 记者陈建林台东世报导